咱们来这边买个车票啊 差不多有650公里啊 坐车的话得坐个16个小时 是在通往安齐拉贝的一条路 毕竞之路上 在晚上的时候会有一些劫肥什么的 所以我们等着那个宪兵的车过来啊 护送我们路过那个比较危险的路段 我们今天呢是要去另一个城市了 准备体验一下他们当地的公交车 嘿嘿 本座 沙拉玛 咱们来这边买个车票啊 要回城里面去了 没吃 这个是他们的售票的地方啊 这个呢就是我们待会儿要坐的车啊 没想到吧 还可以啊 商务车呢 这个是咱们买的干粮啊 这个车子要坐差不多10多个小时 把大家加的香草咖啡 果汁 腰果 柠檬口味的 他这边还要点名的 这很正规啊 我感觉啊 咱们坐到这个副驾驶了 这个是在非洲唯一看到一个什么里程表啊 这些里表盘是好的啊 在马达加斯加这边呢 咱们出这个城啊 这个司机还要到这个警察局来报到 要登记一下 相当于是登记出城 挺正规的感觉啊 车上还要配个警察啊 咱们从这个慕隆达瓦到首都的话差不多有650公里啊 坐车的话得坐个16个小时 但车票特别的便宜啊 只需要60多块钱 这边有卖一些零食什么的 蛋糕 面包 花生米 这个地上的二手衣服呢也是从中国过来的 在马达加斯加这个国家 因为经济水平比较落后啊 对这个二手衣服的需求还是挺大的 Demi呢 这个 OK Messie 这个是咱们花了1500阿里买的这个炸鸡翅 应该是土鸡啊 感觉比较小 这个炸的 这个鸡肉的纤维 特别的硬啊 不是那种肉鸡达 不柴 味道还可以啊 挺好吃的 一个鸡中式2块4毛钱 它没有其他的怪味 就是那种加了盐的 很自然的炸鸡味道 这卖鸡的过来了 他这是要买鸡吗 我的天 他难道要把鸡放进去 哦 这是鸭呀 乡下的土鸭子 拉到城里去卖的啊 咱们现在又到了一个卖炭的地方 估计这个社会要搞点炭回汤啊 兄弟们 你们看那只鸡好搞笑啊 看那个鸡翅膀弓起来的 这个马达姆说要给我拍照 这个这个羊要在顶人 哎呦我去 这个牛逼 这个羊是发疯了吗 大家就顶人去了 这个牛逼 哈哈哈哈 每一站都会有不同的东西上去 上一站是装的鸭子 这一站的话要装炭 煮500人买这么多 咱们看一下这个是啥吃 OKOK 这个是司机大哥买的吃的 咱们来尝尝味道如何 打开是这样的啊 这个是那个巴巴 尝尝味道 好吃耶 就是跟我们那个四川丹宁的洞巴是一样的 口感特别好 而且甜甜的 感觉里面加了那个红豆 很好吃 张胆好吃 就这个大货车坏在路上了 把路给占到了 所以咱们这个车就过不去 一路都是状况啊 咱们出来没多久 就遇到各种事情 停了好几次车 哦油管子爆了 这个是卖酥皮 这个非洲果然哪里都有卖酥皮的啊 好了 咱运气还好啊 这车子过了啊 咱可以继续出发了 这个就是有点非洲大草原的感觉了啊 每到一站必装东西 刚是装的鸭子 现在装鸡了啊 现在差不多开了有五个小时 开了一百多公里啊 好在呢 这一路趣味多多啊 每个村庄都有不同的小吃 我的马 在这个车上发现了蟑螂 你往哪去啊 你不要乱跑啊 我去 大家看一下这个马大家世界上是真的穷啊 全世界倒数第七种的国家 很多房子都是这种草房子 墙呢 都是用这个泥土搭的 咱们这又是路过了另一个小镇子 这两旁的房子都快倒掉了 这个桥的话就只能 只能支持一辆车通过啊 这个后院的马达姆在 是不是这个防晒的时候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看到这些村子啊 它都是没有通电的 有的家里面条件好的呢 有太阳能板 没有的话就是真的是一点电都没有 这个马达姆家 真的是我去过这么多非洲国家里面 很多厚的一个 现在当地时间已经6点多了 咱们现在是到了另一个小镇啊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 这就是马达姆斯加的国道 到处都是坑 在马达姆斯加呢 只有10%的路是硬滑来的 大部分的路就是土路 所以说当地的经济一直上不去 是有原因的 咱们是到了一个检查点啊 不知道是干嘛 全村好像要下去 就搞了几个数量瓶子 搞了一个数字 就把车拦下了 其实在非洲赶叶路挺危险的 万一这三郊以外的 遇到强盗和劫匪什么的 直接啥都没有了 我去 之前我们在那个安格拉的时候 坐过一次晚上的车 那真的是穿过那个原始丛林 挺危险的 今天又又在马达姆斯加 体验一下 好像要凌晨3点多才到我那个目的地 这是咱们出发前买的这个腰果 吃了一半了 但是我感觉这个马达姆斯加警察 人还比较正派啊 很多个检查店 他都只是例行检查 不像说 其他的非洲大陆国家 看到我就想要钱 看到中国人就想让我检查护照 我去 在马达姆斯加这边我都不用掏护照 但是Dangerous for us 卧槽 这都遇到了 这都遇到了 OK to go together 啊 4 miles OK this is the reason why he are police here 大哥 阿贝克路 阿贝克路 大哥 是吧 是吧 兄弟们刚刚我跟这个司机也聊了一下 司机跟我说 他天天跑这条路也是挺危险的 就是在通往安齐拉贝的一条路 必经之路上 时不时的在晚上的时候 会有一些劫肥什么的 所以我们必须得在这个检查站 等着那个献兵的车过来啊 献兵会跟着我们 护送我们 度过那个比较危险的路段 讲真的这个还是挺挺刺激的 我的天 这大半夜的在这路上 比上次在那个安格拉司机多了啊 这如果说是咱 没有献兵跟着 护送的话 那去前面 简直就是洋入户口 我没想到就是 在马拉加斯加军 还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之前也没听说过 有那个什么恐怖组织啥的 所以我现在才想起来 为什么这个车子 会比其他的车子便宜 其他的车子都是早上触发 就是白天的时候 度过那个危险路段 我们这个车子呢 会便宜一点 所以它是晚上触发的 原来如此 这个插架是体现在这儿啊 早知道选择那个白天的车子了 我的天 唉 你们看这个警察局啊 都没有电啊 那是一栋房子 没有任何的电 除了这个太阳能的能量之外 他们这个全是黑漆漆的 这就是马拉加斯加的现状 终于来了这个警车 哈哈哈 等了两个多小时 我的天 咱们继续出发啊兄弟们 现在我们到了另一个小镇啊 单地时间11点钟 这边相当于是个服务区啊 这也不知道是夜宵摊还是早餐啊 这个好像是个小卖部 吵架面 咱们现在是到这个安琪拉贝的啊 赶紧找住的 这凌晨一两点的 好冷啊 我的天啊 这边好像是个海拔比较高 所以特别冷 咱们随便找来家住的啊 这个安琪拉贝气候很舒服啊 这边是一个教堂啊 这边还有手拉车的 在这个安琪拉贝真的像时间停止了一样啊 这些老建筑都是法国殖民时期建的 咱们现在是要去乡下 去之前呢 咱买点吃的啊 咱坐车之前吃点早餐啊 这个是果汁 这个饼加上这个果汁 一共才1块5毛钱 这是马拉加斯加当地人的特色啊 就是砸了那个米糕 咸甜糯糯的 一口一个啊 最后一个 准备去我们的目的地叫马兰多南 是一个农村 马兰多南 我每次坐这种车我都怕把包给我搞丢了 兄弟们咱们现在上车了 咱们去马兰多拉的车票是3000 Messie 3000的话就差不多是4块5毛钱 25 30公里啊 他们待会儿会把这个椅子放在中间 还可以坐一个人 这个 是吧 哈哈 这不老太拍送呢 这个小哥用的是小米的手机啊 咱们现在是装满人出发啦 这个就是我们的目的地 下面就是水稻的梯田 在马拉加斯加这边也有很多人骑自行车 这一大片一大片的倒铁 天天还有很多人在干活 很多都是卖二手衣服的 自行车也是当地人主要的交通工具啊 塞了吗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三色瓜 三 古巴 马瑞 好像是马达加斯加的那个切糕 几个 OK 1500 大哥 米33 这个呢是马达加斯加的切糕啊 叫库巴 然后呢外面包了一层那个芭蕉叶子 还挺扎实的 然后里面是厚厚的 好像 闻起来是那种甜甜的味道 有点那种红糖的感觉 其实它有一点点变绿了啊 不知道能不能吃 我们吃这个里面的 给大家白开看一下 它就里面是这样子的 有一点臭臭的 里面就是那种花生 糖 还有那个米 就是把那个米打成那个米粉之后 它这个好像是用那个烤手 偶然 吃起来其实还可以 没有那种怪味哈 虽然看起来有那种瘦瘦的感觉 但是其实里面没有瘦 而且它这个挺挺饱的啊 感觉里面还炸了红豆 特别挺饱 喜欢这个油脂的操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它哦 你有发现其他 这次爆红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秀吧 点击下方 观看更多有趣内容